各位球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白的 一開始黑體下新小木大跳的開局 那麼右下我點個33好了 那看他擋哪邊 擋這邊然後再飛 那麼我這個頂完斑 他如果斑我擋他斷 這個定時我增值是有利嗎 左上的小木 好像還行是不是 我就頂完斑 看他會不會斑完斷這個 我斷過來 走那個十字架的定時 然後他這邊有個打吃 有一個增值問題 所以他先去左上掛 莫非是引針嗎 好像沒引到 那我先印一個還可以 還是要算一下這個增值問題 先掛一下 不是沒引到增啊 莫非他不見得是要引針 他就是想掛一下 對啊我這邊這個打吃的增值 應該是沒引到 對啊還是我增值有利 那我就吃好了 那其實剛才也可以打這邊 然後走這個 不過當然他增值不利 他也可以飛 也沒什麼 那我可以飛一個 我這邊可以飛一下 或者 拖先也是可以 拖先的話就是他將來向飛過來 需要應付一下 我先印住好了 那將來這附近 還有一些味道 實在他可以在左邊拆 或者是 這邊拆 這邊拆好像不一定好 看他怎麼下吧 掛左下 掛左下 那我下這個 還是我逼他 應該也蠻大的 這個逼好像蠻大的 或者也可以考慮 右邊要不要進去 我先夾他左上好了 雙掛 因為我這邊都有人了 他還來雙飛燕 也是蠻特別的 走走看好了 也沒下過 那我這邊 這邊不太能去斷了 爭執不力 那我就擋完 接 這邊我兩 兩邊都有我的人 他還敢來 跟我戰嗎 不知道他是什麼想法 我先點刺一下 他擋的話我再來夾 他出頭我靠住 好像吊子不錯 靠住靠住 他虎 也是正常的一手 那我要擋住嗎 或者是 要不要下這邊 這邊好像也沒什麼好下 挖瞻 先擋好了 這邊他不知道有什麼手段 小菸出來正常 這邊我是要怎麼下會比較好 接住一下 9 8 7 6 5 單機好了 這不知道怎麼下 那他會煎進去嗎 還是要單臉 煎進去 煎進去 那我這邊要不要刮他一下 9 8 7 小煎他一下好了 不然 這個有點 占據根據地的味道 然後 他應該還是要出一下頭吧 還是直接小煎 也是 哦 直接小煎 那 那也OK 這樣到左下應該 告一段落吧 感覺沒什麼好下的 我先來B上面 B 欸 這時候他又煎出啊 我以為總是他比較大 他煎出 我現在這邊多一個拆二 但我是不是還是要跳一下會比較好 不確定 這情況不同 有點不知道怎麼下 跳這個感覺有點局促 我乾脆飛來這裡 隱約給他這塊起施壓 應該還行 嗯 他 啊 他飛進去 應該要靠住吧 不能輕易給他根據地 他會不會這附近尖頂 這附近尖頂 要求下一步有個擠 還是單擠 欸 單擠好像也有可能 不過單擠比較俗啦 比較損一點 靠這個 哦 靠好像算是一個棋型 靠這個有點討厭 我搬都要讓他虎下去 還是我要捅進去 捅進去玩退一個 算了我還是搬好 因為我覺得他虎下去 我就敲他頭 應該也還好 感覺他不見得便宜 二陸虎 二陸虎好了 我覺得他這塊起 其實隱約還是有一些危險 他還是跳出了 那我跟著印一下 這塊起 其實也還沒有完全好 不過這個擠 是先手的情況 哦 應該還是 還是OK 他先靠壓這個 翻一下 對方下棋 他踢速度好像蠻快的 這種對手 你就是要小心 不能被他的速度給帶著走 然後現在我們需要提防他右邊做大的橫行 他這邊有可能不會硬 哦 他還是硬了 那這樣我們還可以拿出去 拿到一個選手去 弄他右邊 靠 靠感覺會被反夾 好像不太行 9 8 7 可能走在這邊好了 走在這邊要求下一步 這附近有一個靠的 一個權力 他從這邊攻 那我們要靠他嗎 靠完搬 還是怎麼下 靠應該是可以 靠完退還是搬 也是一個問題 是他上班了 那 不過搬的話 他有可能打吃完擋 是不是 這樣子 好像我也不見得 好那我讓我退好了 退應該簡明 他會壓還是立下 立下我拐上來 感覺 算是很能處理的 哦他壓過來 壓過來我會比較討厭 搬的話 他搬過來 我打完 鑽進角裡划算嗎 9 8 7 6 5 我覺得我必須要鑽進角裡 不然在外面走 有點 鼓鈴鈴的 先搬好了 因為還有 還有斷打這邊的可能性 這邊有個針子 是不是 哦他用單退的 那我就先爬 外面給他圍了 那我鑽進角裡 哎呦他這麼穩健啊 這個連 雖然我已經火了 但是連班下來 看起來是蠻大的 打吃一下 這個角他吃等於是一個先手 所以我 必須補一下 不然這太大了 那外面輪他圍啊 他圍這個夠大嗎 是一個問題 我是覺得還行啊 我 我作為白起還能接受 這邊有個斷 這味道很差齁 這味道很差 即便斷不見得成立 看起來還是 還是補一下會比較好 他可能這附近圍 那我在這附近消 問他個硬手 這個硬手要怎麼問會比較好 9 8 7 6 5 4 3 2 1 這附近丟一個 我一直想要搞他這一塊 但是好像也沒什麼機會 這如果給他圍的話 其實也還好啦 木樹不見得落後 貼的話 這邊他三顆會不會有點危險 我如果再貼呢 他就退了 那我再戳 這我有點不知道怎麼下會比較好 貼完斑 打癡 我如果先點在這 是不是貼完斑 有一個可以頂出來的棋 喔好像可以喔 先點一個 另外我如果單頂的話 單頂完喉出去 他要貼完 我這邊可以斷他 他也是氣不夠 他實在是尖在這 尖在這 小尖 9 8 7 6 5 4 3 2 1 小尖還虎 虎完打出去 呃還是我單斷 直接打出去算了 然後這邊單頂還是可以吃他三個的樣子 好先把他打出去 我左邊這個後包應該是還好吧 有一個吃 然後中間也有眼 還要再飛我 好 單跳一個應該就可以 9 8 7 6 5 4 3 衝掉一下好了 衝完打掉一下 衝完打掉一下 然後再 跳出去 9 8 7 6 硬飛我其實好像沒什麼意思 跳出去 跳出去 莫非要攻我左邊嗎 我如果 局不幫完立下 應該是能活 呃這樣子的話 我如果能把中間破掉 他應該控不夠 他還得尋求其他的機會 貼 顯然是會貼繼續攻擊我 我這邊其實還有一個衝打 不過不要冒然衝打 因為會虧到上面 先雙一個好了 有點小心左邊的死活 他接的話我扳完立下 他靠 還是有點危險 他如果藏過來 我可能就要補了 不過中間他如果 煎過來 我好像也沒活 是不是 這樣子我有點危險 8 7 6 中間接過來我是什麼東西啊 跳左邊然後走一串 9 8 他接的話我 如果 如果單立的話 靠 靠 走走走 他靠我是死旗 那我擠在這邊補好了 擠在這邊應該比較有幫助 擠在這邊也是活旗 他接的話 我隨便虎也是活旗 好 喔不是也是要立 立的話他靠進去 再靠 我衝在這邊 還是可以活 提一下 併一個好了 這邊有個段 那 相當於就是說 喔還是要殺過來 還是要殺過來 我就先跳 先跳 哇中間還是有點危險 唉 不過我剛才多了這個擠 這邊有個斷的情況下 是不是會比較有趣一點呢 他我硬要衝斷 那我 打吃完沾 然後貼出來 然後貼幾下之後 這邊有一個斷 不過他這邊已經不用補 唉 他這邊要不要補 他都氣 喔他這邊還是要補 那這樣子應該 我會比較有成帥一點 打吃 然後 然後 這邊我的接是有個先手 否則我要打回家了 9 8 7 6 5 4 3 2 先單接好了 單接我至少馬上可以跨出去 他如果要殺我的話 顯然得團嗎 那我就先貼 貼兩下 然後這邊斷的先手 至少我能夠克力讓他左下 4 4 3 2 1 單接 哇 這麼兇啊 那我只好跨進去 也許我應該先 先貼出來是不是 也許我應該先貼出來 沒想到他這麼兇 啊 這樣子其實還是有點危險 先提掉 而且我還有左下這塊的問題 哇 這個棋沒想到 這麼麻煩 以為總是好處理 沒想到呢 其實也是挺麻煩 先提一下好了 我就越下越亂了感覺 而且我還要左下這個負擔 我這單接好像不如我先貼出來 我應該先貼住去的 7 6 5 4 3 2 1 看到結材找哪裡 走這個 我打拔都好急 7 6 5 4 3 2 1 這我怎麼可能還能活 最後一次 打拔的話我擠一個 9 8 7 6 5 4 3 2 5 5 5 6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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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5 6 6 6 7 7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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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8 8 7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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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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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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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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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10 8 9 10 飛的時候黑棋還擋一步 那可能是可以拿到一個先手 如果是白棋 白4如果肩踢的話 那可能黑棋就板一下拖先了 所以白棋用飛的拿到一個先手 可以往這邊大飛走出來 黑棋得出頭的話就得貼 那白棋趁勢走在五路上 看起來黑棋 這個走出來算是蠻大的 不過白棋也能相對在上面有所收穫 好所以黑棋補的時候 這裡也是建議白棋應該要回去走 所以看起來這個把它照住也是蠻大的 可能是因為白棋這邊也走後的關係 這個照住基本上已經實地化 那整個這一條邊可以說是相當的大 那麼黑棋這裡他如果去靠完斑的話呢 白棋也是這個挖打完虎住 那黑棋後續衝出白棋再反衝之類吧 就大概這樣的一些變化 好那我實在是掛這個 那黑棋也相當機敏 這時候就直接尖出來 那這時候白棋我那時候有講說 我好像還是應該在這邊走 因為我如果回去譬如說 尖踢或者飛的話 那也許黑棋就跳一跳 然後再壓過來 或者甚至他直接壓過來 我覺得白棋左邊好像還是有點局處 那所以這邊走出來是正確的 不過決定的首選是這個大飛 那這個算是比較像是形狀 因為黑棋這邊不太能穿向 也跟著衝出來 黑棋不行 所以這樣子白棋可能騎行更好 那黑棋這裡也是飛進角裡 那白棋不是像實在用靠的 而是先直接大跳出來 那黑棋飛點想要利用白棋衝斷的話 看來戰鬥也是一觸即發 所以 這個他飛的時候我可能靠不好 是不是 這時候看決意是不是也是推薦這個大跳出來 看一下 喔 決意這時候改變下法是正在頭上 正在頭上他回去爬這個 哇 有點 是不是有點脫離戰場的感覺 不過他爬的意思可能逼迫 這爬不知道不曉得什麼意思 那 總之黑棋這邊可能先出個頭 可能覺得這塊黑棋還是生死無餘 喔 小尖那白棋就脫了 看起來黑棋可能中間這顆只得氣了 就直接吃住 然後白棋斷頭上這樣子 喔 所以白棋這邊如果是靠住 黑棋就頂完之後至少這邊 隨便堅頂他還是能活棋 所以不怕 那實戰這個靠住也還好啦 勝率目數還差不多 那麼黑棋靠 欸靠的時候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這個不要搬啊 是不是應該戳進去會好一點 看一下決意的想法 喔 決意認為我還是應該搬 不過搬完他這邊下面不是用虎的 我實在用虎的嘛 他是立下 立下可能還比較強調下一步有跳進去 嗯 原來是這樣子 那跳 立下我實在沒下 因為我覺得中間有斷 不過他這邊斷完 增吃 這白棋是不太可能跑出來 即便增子有力也不會跑 因為黑棋就算簡單跳躁住 白棋也不便宜 那 這樣子走 他意思就是把黑棋趕出去 喔 將來還是有再攻擊的可能性 那白棋自身也是沒有問題 不過把黑六 是不是應該單斷中間會好一點 黑六是不是應該單斷中間 斷下面有點送眼味的味道 嗯 不曉得 這時候會不會白棋又變成吃這個 也許也有可能 然後因為 黑棋如果要吃這個的話 白棋這邊有個尖頂的先手 然後虎過去 這樣子黑棋這一條相當危險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那 這個還比較複雜 所以他先斷下面 白棋就不太 不太好去下這個這個 這什麼都沒下到有點尿 那黑棋也不見得到立下吃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這小小變化其實裡面都蘊含著生意 那再來看到上面這裡 黑棋這部靠呢 決意認為不夠好 那他這邊還是先爬掉一下 那總之上面的話 決意認為是應該打入進去 哇那這個棋應該說就蠻複雜 白棋這邊是直接蓋住 那看起來黑棋這邊有各種拖彎斑啊 這邊有段 這邊有點 點完這邊也有點 哇他看起來裡面是相當複雜 嗯 看起來基本上 黑棋如果最熟的 這麼樣下基本上是能火啊 但是就 不曉得外面這一塊啊 這一塊會不會有一些保衛 這樣子就 也搞不太清楚 總之這局面還是牽涉蠻多東西的 但是打入進去看起來還是必須 因為實在黑棋這樣靠的話 讓白棋上面圍得太過於肥沃了 那還搶到一個先手可以來這右邊破進去 所以黑棋這部小尖是不是也 不見得要下 是不是應該先圍中間 圍高一點 五路之類的 決議認為應該先斷 利用一下 斷的時候 白棋應該不會三路打 三路打 中間也被 頭也被打一下 然後 對啊這不舒服 可能二路打完再貼住 那麼 黑棋再擋回去 這樣子 比單小尖要來的更 積極 那白棋還得 還得補一下 否則黑棋長出在爬 好像還是初期了 那麼 黑棋這樣下還是可以搶到右邊 他這邊很穩健就拆個2 是不是覺得說如果高拆3之類 白棋這邊有點刺玩 要打的問題 可能是這樣 這是這邊用假的 也是蠻有趣的 黑棋如果主度 白棋長上來再拖 原來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還是蠻有味道的 那總之黑棋這個小尖應該太穩健 那麼白棋搶到一個先手去右邊割分 這時候應該是白棋拿到優勢 可以看到勝率已經逐漸上來 就這邊是推薦低打 那黑棋如果是 這個很穩健 直接 直接走在這邊 可能還是覺得說 譬如這個 如果黑棋正過來 白棋還是有靠 這種三路橫靠的下法 很容易騰挪成功 我之前就做過一期 這個圍棋中盤的一個影片 就是三路橫靠的一個 騰挪下法 再把連結放在右上角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總之這個棋 三路橫靠的棋很容易騰挪 所以黑棋先補了一下 那麼白棋再往外 怪飛一個 這個棋感覺 哇 又是AI發揮出他 絕妙的騰挪功力 那接下來 接下來簡單跳一下 就已經活棋了 好 再欣賞一下 怪飛一個 那麼黑棋阻攔 那麼白棋再拖 這種拖一拖 碰一碰都是騰挪常用的手段 黑棋內擋的話 白棋頂上來 這邊要被尻一下 還是不行 所以再退 那麼白棋再飛過來 這邊 黑棋被貼出來也是不行 這裡就被斷開來了 所以黑棋補 白棋簡單二路跳下 基本上已經打出一塊堡壘了 所以他這邊的騰挪 可以說是一氣呵成 這樣蠻好的 那麼我是高打的話 他逼在這 我實在靠過去也沒有問題 那 絕翼的 不過絕翼的變化 不像我實在是退出來 他是用斑的 那時候 那時候我實在就想說 他打完貼 我不知道怎麼下 不過絕翼就說 你就直接棄掉就好 所以這時候再打掉 欸 打掉完之後 也許就是 這不知道怎麼下 頭上靠一靠嗎 還是就跳一跳 就算簡單跳應該也行吧 黑棋斷尺這個都小case 簡單往外跳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或者也積極點往這邊靠 靠完壓幾下也可以吧 好 那實際上我是搬進去 不過 黑棋這部貼應該是有點不好 這邊白棋剛才應該搬 那黑棋這部貼也不好 決定認為黑棋應該立下 那立下守住腳上木樹 白棋就肩踢一下 先手之後再拐上來 基本上也是一個搭出小堡壘啦 火形 漸漸出來了 那我頭也都還有 這樣子 實在這個黑棋的壓明顯不好 實在這樣被白棋搬進去 也能看出後續 白棋在腳上實在掏太大了 那我這邊先不打吃是為了說 也許有可能 不是也許 就是保留這邊斷打的可能性 這時候我在爬他就痛了 因為我如果說先打掉的話 這時候他就有可能連搬了 我這邊顯然不可能去搞他 但是 我這時候先搬這個 他就不能連搬下來 因為這裡有一個斷打完 打吃之後增值的問題 那這個增值呢 恰好是黑棋不利的 因為左下角是白棋的人 這邊 黑棋這一坨是沒有引到真 所以這樣子會被白棋剛好打死 那麼 也就是說前面這裡啊 黑棋這個黑衣是板不下來的 那也就只有像實安一樣衝的 那我就爬過去 這時候他還是不能擋 因為還是有那個打打打的問題 所以 只好接 那我就像實安這樣 像實安這樣 白棋已經取得巨大的優勢了 已經是接龍狀態 勝率99% 那麼 目數領先7.5 所以這時候已經是 大幅的優勢了 但是最後還是敗掉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是哪邊出問題 這幾手都OK啊 那 這邊的時候這部點入 哇 這個起意圖想要把人家搞死 那這一步其實就是翻車的一切起源 這邊我本來的預想是他如果靠住 那我就貼 那這時候 搬完打吃 這時候再撞一個 這東西可以搬出來 這樣人家爛掉 但是他顯然也不會那麼老實 他這個小尖是反擊好手 所以我們前面這邊應該穩線操作就好 決意認為我這邊應該貼完斷一下 然後跨一個 不過黑棋這邊就拖先了 他如果說是這個衝的話 白棋可以斷 那黑棋吃 必須要吃 那白棋尻一下 他的想法可能是覺得說 白棋在中間加強之後 黑棋這一塊棋相當的難受 那白棋就算是簡單的 簡單就補一下 那黑棋這一塊棋可能還得回去補 那白棋在中間還能夠拿到一些潛力的情況下 黑棋的實地應該是不夠了 所以 所以 剛才這邊黑棋黑6就反擊了 變互破 那另外我自己覺得以人類比較好掌握的話 就是 這邊一頂其實就夠了 頂的話他不太能反擊 因為白棋 敲出來之後 這麼一段 黑棋氣是不夠的 那麼如果說黑棋要 搬起來也不好 因為這樣他還得後手回去補 所以他可能會長 那麼白棋再回來把這個吃掉 這個 這個木術可以說是相當的實惠 應該眼見有十幾木的一個價值 那麼 那麼 黑棋後續可能追殺這兩顆吧 那麼白棋 這個氣掉也行 簡單 簡單外面掉一掉也是可以的 那只要稍微照顧一下後薄的問題 這個棋呢應該還是不錯了 因為白棋這邊還能進去 所以黑棋即便能吃這兩顆 其實 木術也不見得那麼大 白棋這個還能跳進去 所以 那麼下應該都能很好穩健操作 或者像他剛才的結異的變化圖 在這邊走起一些旗子 跨這個 跨這個倒是沒有注意到他那麼厲害 黑棋如果衝過來的話 白棋中間包一圈 確實是很不錯的一個進行 這樣的話就完全不需要 顧慮後薄的問題 然後還讓黑棋這塊棋很難受 所以實戰這個點呢就是沒操作好 那這時候決議的推薦是 黑棋肩做的時候白棋去飛 但是他這個變化我有點看不懂 飛的話他這邊衝出來斷 然後白棋壓一串 那黑棋頂過去之後 這邊後續看不出白棋在中間有什麼手段 跨完的話 也打不死黑棋 那他的意思可能是跟這邊有關係 對他意思應該是跟這邊有關係 那現在有點看出來 他如果 如果這時候黑棋還是要這麼下的話 那麼白棋中間的這個 這怎麼東西 這好像黑棋有點奇 但是一時不知道怎麼下會最好 沖完打吃再打吃完跑嗎 這邊要尻出來 這樣子我就打死他 所以這樣子黑棋顯然不行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白棋這邊壓一串之後呢 再來走這個貼完斷 那麼再去打 先沖好了 先沖完打吃打吃再長 這樣子黑棋就AB建合兩邊死一邊 那黑棋顯然不行 所以我這邊應該飛嘛 實安這個雖然打出去了 但是 沒有意料到左邊這塊比想像中還薄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塊蠻厚的 所以我才敢去搞這個 但是 這邊比想像中還薄 確實不行 這裡我沖是OK 不過他這邊 給的變化是用退的 跟實安不一樣 如果退我就 我就衝過來了 不過衝他還是要衝是不是 這樣也不見得行 他的變化看一下 這邊黑棋給的是用退 然後白棋跳 這東西還是被斷開來了 但是他可能還是要從這邊再來搞黑棋 應該是這個意思 對阿 這邊再去貼斷的話 看起來黑棋還是防不住 那實戰我徹底崩潰是在哪裡 我跳出去 這邊我應該就有點崩潰了 這一手跳應該是我徹底崩潰了 對 我這邊應該還是要尖出頭 尖出頭的話應該還是有機會 這邊他先把我貼死的話 我再來這邊搞一下左邊這一塊 先衝斷去做個利用 是吧 這邊中間加厚之後 左邊再去斑斬的話 他這一塊棋還是相當危險 這樣我一斑斬他還是不太火 那外面我已經多了很多人力 這樣子黑棋應該還是不太行 而且這裡還是有貼斷的這些味道 所以這附近白棋等於說還是有很多先手 對那我最後的敗筆應該是這邊沒有去尖 這把他跳出來 乍看這下好像可以 但是左邊已經太薄了 這時候就叫我補中間 但補中間左邊就是要死了 不然腕力下就被夾 死掉了 死掉了 不然就是這時候去下這個啦 但是這樣打截火 感覺空應該也不太夠 而且他中間有很多節彩 那我左下也都很薄 應該還是不行 實戰去下這個最後應該是沒機會 我那時候講錯了 我想說先貼出好像可以 但是也不行 他就拐打完再搬死我 然後跟實戰一樣 還比實戰更慘 等於這邊多貼一下 對啊應該也不行了 應該都不太行了 那實戰這邊被人家封住 最後去打這個結 那這我應該硬住 不過硬住應該還是沒有不太行的 因為左邊他還有大量的結彩 然後我左下這邊也很薄了 他一爬進去 我這邊已經不太能臉了 他一爬進去 我可能還是要壞 所以下到這邊已經不太行 好 那中關是怎麼來起呢 白起在右上走完 其實已經取得巨大優勢 但是呢我這部起點啊 下得太過分 那 被人家一堅住 但是這時候我如果飛出去 貼一排之後 再來這邊貼完斷 然後 衝完打吃 還是能搞死黑起 但是 實戰這個尖 這個不夠解明 應該說 是不好的下法 然後 最後的敗筆是在這個跳 跳的時候應該小尖 應該小尖 這樣子還是能夠去拘殺他左邊 這樣子還是蠻有機會的 那總之最後 就是兩邊無法兩拳 最後就死光了 好吧 那這番奇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好看